沙巴和沙拉越要求修改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的诉求 一直悬而未决 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巴丁怡阿邦佐哈里今天再度建议 修改联邦宪法至少两项条文 以更全面的反映建国精神 包括给予州政府权力去鉴定沙拉越原住民的地位 阿邦佐哈里今天针对大马建国契约谈判 召开记者会 出席者包括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 以及掌管东马事务的两位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·望朱乃迪和拿督斯里·麦西木 沙拉越首长建议中央政府修改 曾在2018年无法在国会通过的两项联邦宪法条文 包括第160-2条文 给予马来西亚日明确的定义 以及第161A条文关于土著的定义 如此一来就能有效反映建国契约精神 另一方面阿邦佐哈里也向联邦政府反映 沙拉越在第十二大马计划的第一期滚动计划下 只获得44亿7千万令吉发展拨款 无法应付州内的发展需求 在4.4磊确定的华顾的4.4磊在6.8% 长官全体到kta建议转发展 他要求在场的望朱乃迪和麦西木传达沙拉越的心声 认为联邦政府在策划拨款时 应该考量州属对国家收入的贡献 包括税收和所付出的天然资源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